今天我们去这家店 看见没有 我头上这个圆子 看见没有 圆脊寿司店 是我们中 华中地区 非常知名的一个 中高端的 这个寿司外卖品牌 我们进去看一看 好了 跟着我们镜头进去看看吧 这家店并不大 如果我们要点的话 远脊寿司公众号 微信餐厅 堂食店舱 送货上门 大元号999 狂欢号598 放肆号 你们这几个号 哪个点的比较多 放肆额狂欢 因为放肆额狂欢的人数 比较少了一点 然后大元号 他一般都是15到16人 一般那种比较 就会有 就像大姐 然后比较长点的话 就是放肆号 因为放肆号是3到4人的 这段还是比较长的 哦 3到4人的 对 这个是美式指南的 原意寿司 9点到7点 周一周周日 哇 那里去估计 送到那里差不多 我什么东西 我一个小时 不超过一个小时 像他们家您经常送吗 啊 他们家您经常送吗 嗯 好注意安全喽 那行 拜拜 好 好了 现在我们就进入 远脊的厨房了 周师傅我想问一下 你在远脊工作多久了呀 2年多了 就那个原底寿司跟我们 像我啊 我平时可能就是 便宜店的吃的比较多 然后再就是寿司店也吃过 像你们 你觉得你们最大的优势 或者说你们最厉害的是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做餐饮 非常注意细节 因为那个原料的品质 你保管 哦 有个人使用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品质 品控环节比较 比较注重 是的 我看你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每个地方像切了多的根啊什么的呀 这些东西都还是很严格的 还有这个喷火啊 是的 我们要保重每一页的品质 都是一样的 就你们这个盘子 就是专门用来喷着用了是不是 专门用来合适的 每一页都要合适的一模一样 哦 然后你们的米 好像跟别家吃的也不太一样 是的 你们家的米是自己 我们是用那个 新月这个牌子的大米 这会不会把秘密讲话 那个醋呢 他们不是说那个醋是灵魂吗 醋我们也是自己调的 就我们的以前顾客的口味 因为不断改进 然后做成现在的样子的 哦 那我看你们好像这个酱料给的也比较足 是因为顾客说过吗 是的 根据顾客的反应就是哪些地方多给点 哪些地方少给点 我们是要让顾客的反应来做的 就是顾客喜欢多吃酱 我们的多给点酱 顾客一般的顾客喜欢少点酱的话 我们就给稀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以上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元几寿司 可以在元几寿司四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去订购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观众我们的公众号 午安星期天 以及连连周朋友武汉二战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也是商家伙伴 需要我们来太战店的可以跟我们联系 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咯 哈哈 这次我跟老板谈了一个套餐 89块钱 三折原价240的寿司床外卖套餐 我们下期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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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